为发掘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无限潜能 政府将着重关注人才培养科研以及采纳 中央医院告诉记者李仪华 病理学家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提升医疗技术 更快更准确地区分乳房肿瘤 协助病患尽早接受适当的治疗 这两张乳房肿瘤活检样本的全视野数码切片图像中 一个为良性肿瘤 另一个是具有癌症病变风险的肿瘤需要切除 中央医院借助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 协助病理学家在约五分钟内 就能初步区分这两种看似相似 但治疗方法不同的肿瘤 准确度高达87.5% 人工智能其实是充当了第二职业 与病理学家一起工作 并且能够更有效率的 以及更有信心的来做出他们的诊断工作 对病患来讲我觉得能够更快速的得到准确的检测结果 能够缓解病患的焦虑 这套技术由中央医院以及新加坡全国人工智能核心团队共同研发 在100个人工智能实验计划下 机构同各行业携手完成约80个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机构认为政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将带来正面且深远效应 全国人工智能核心在人才培训计划下 每年招收的学员将从目前每年的100到120个增至300到500个 为顺利扩大人才招募 机构正在开发新的线商课程 协助申请者提升对人工智能的掌握能力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